那這裡裡面藏了什麼東西呢? 我們要先解掉它 Hello大家好我是老子 講到日本老子我一定會想起很多的動漫 又或者是古靈精怪騎靈 內人沉味的零食 又或者是的玩意 講到日本當中我最喜歡的就是抽葉原 雖然老子我沒有去過 想起抽葉原我就會想起很多的女僕cafe Cosplay 動漫 Figure 我一直都很想去試一下日本的女僕cafe 那無可樂何我現在就在香港去不到七月園 但不要緊 總之我找到一樣東西 可以一次滿足我三個願望 抽葉原的女僕魚房 這盒東西就這樣買回來 看起來是很正常的 但是拆開零遊園機 那我開口就在後面 那我們現在拆開來看看 是一個女僕樣子 還有一個空位 那這裏還附送了一些布甸的糖漿 還有一個匙巾 那我們先拿走了 那這裏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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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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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過的朋友不如告訴我 到底是否那些滑鼠墊會比較舒服 可以泡三百六十個小時 手也不會太酸 廢話不多說了 我們現在跟他開 開了就很怪的 裡面直接是兩個布甸 我們現在試一個 登登 Open 感覺是沒有水的 不要緊 他沒有水 我們給他水 我們就用他附送的那些糖漿 嘩嘩 沒有那麼多 到底秋葉縣的女卜味道的 煮防布甸是否比較好吃 好好吃 雖然這個布甸是用秋葉縣和女卜去做主題 但他這個布甸的味道是非常好吃的 一來他不會弄得來很爛的感覺 是很有彈性的 二來那個奶味和甜味是剛剛好的 加上糖漿 Oh my god 我真的覺得很棒 為了紀念 我決定把他這個 安放上去給他 暫時帶著假的 很好吃 我一口氣瘋了他一個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的話就按個讚 還有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各位LULU 拜拜 我記得把他打電話 我記得幫你 和聽得到 都可以 你要邀請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